第七十二屆世界衛生大会将在20号瑞士日内瓦登场 但直到网路报名截止 台湾仍未获邀出席 台湾曾连续八年以观察员身份出席WHA 但2017年起因为中国施压 台湾已经连续三年口关失败 今年网路报名虽截止 但若世界卫生组织同意 台湾仍可透过特殊安排完成报名 外交部表示会努力到最后一刻 各地侨界也纷纷加入声援行列 南非侨界日前也公开表达支持台湾参与WHA 侨务委员简永杰带领侨团领袖 侨明于百人齐聚呼喊口号 声援台湾加入世界卫生组织 我们的健保系统是全球数一数二的好系统 我们愿意分享给全世界 愿意跟大家一起合作 打造一个全球健康防护网 你看我们台湾派在国外 我们不管我们的医疗团 我们的农集团 我们都希望我们把我们的医疗资源 能够分享给全世界 所以以这个台湾这么优良的这个表现 真的不应该把台湾排除在这个防疫网之外 南非侨民共同发表声明 希望WHO听到全球台侨的声音 也认为台湾未加入世界卫生体系 是双方甚至全世界的损失